欢迎大家来到丰延亚序 尊重自然 关怀人文 天人合一的创作实践 丰延亚序公元2024年10月11日 杨英峰先生的《艺术世界》第二讲 生命中的12个转折 自凤凰来以1970年至晚年 设计师 宁传大学建筑系学士杨英峰先生长孙 杨英峰艺术教育基金会董事杨俊先生主讲 杨先生请开讲 谢谢您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从1970年 从凤凰来以讲到杨英峰先生的晚年 那这次的主题是这样 生命中的12个转折 那杨英峰先生他其实 他人生非常多变 因为他一直在追求新的艺术的里程 从传统到现在 所以我们这次以生命中的12个转折为主题 那我们前情提要一下 上一次是我们讲到杨英峰先生从意大利回来 到了泰鲁阁时期 然后创造了一系列泰鲁阁系列 然后他到了花东的东西很贯公路 丝花公路 还有泰鲁阁里面去探访 创造了一系列山水系列的雕塑 那也为花联航空站 知识设计 那在这个时候呢 杨英峰先生 就是唯一的他就是 在做这个机场之后一半 他就接到了电话 就是当时的外交 部长打来的 叫夜宫超 他就日记里就写说 他半夜 接到了一通电话 然后就是夜宫超 他早上要找他 然后呢 就是邀请他为中华民国 1970年的那个世界万博博览会 要设计一个巨型的雕塑 杨教授是在1969年的11月 接到电话 那距离开幕是明年隔年的1971年3月 所以只剩下短短四个月的时间 非常冲促 距离他的那个日记 他是这样写说 哇他思考了好几天了 到底怎么办呢 这个压力非常的巨大 因为毕竟当时的社会环境是 那他其实没办法去拒绝 所以他就是临危寿命了 所以他就从构思到开幕那天 到前一天都还在整理这个作品 短短四个月时间把他整理出来 所以他最后呢 他就写说了 一个梦想的完成 凤凰来仪的诞生 那这个就是当时在世博会 大阪世博会里面的那个样子 从那个中华民国馆里面拍出来的画面 非常的漂亮 巨大 那就是当时 杨云峰先生他到了日本了 他马上就赶快去现场看了 那其实快要盖完了 那其实正常来说 在世博会都是一年前就规划好了 他就写说他到现场看了一圈 大家都做完了 这是像我们管的 还有那个雕塑还没做 所以他非常的紧张 但他也不气馁 他就赶快到处 跟各国艺术家看了什么新的材料 会逼应在国外嘛 我们可以先讲到 就是为什么这次会做个巨型雕塑的 其实跟一个事情有关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栋是中华民国馆嘛 1900年的 他非常的简约啊 是由贝利敏先生设计的 这个白色三角形的建筑 那其实这个跟贝利敏先生 他这个时期的风格也有关了 那他这个做完之后 就到了华盛顿做了那个东乡的美术馆了 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 是确定他这个三角形的风格 那在前两届的世博会呢 其实中华民国都是用宫殿式的建筑 那像这个就是在 我记得是纽约的世博会啊 以及这个在加拿大的世博会 其实都可以看到 那这个是由那个杨卓成先生 就是盖元山大饭店的建筑师 那他就是当时 中华民国馆 他是整个都是以 传统宫殿式的设计为主 没有在追求 点进的现代性 那 那后来就是找了贝利敏先生 贝利敏先生想要跳脱传统 要有这属于华人的风格 那贝利敏先生就他用了比较抽象的语会 三角形 庭院式的 把它做成几何图形 然后把这个我们讲中国园林 他把它立体化 就形成这种白色的空间 所以当时就舍弃了传统的造型 所以1970年就是以传统与进步为题 来变成大阪博览会的一个主题 这个我们的馆 所以后来才找了杨卫峰先生来做大型的吊塑 那其实还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当时在隔壁是韩国馆 韩国馆盖了一个非常大型的圆柱体 然后摆了一列 那他这个柱体是一个黑色的柱体 那对于贝利敏设计这个场馆 因为他是白色的方形 三角形组成的 所以他只要阳光一照 他那个影子会压在那个场馆上面 所以贝利敏就想说 哇怎么办呢 那想想办法 当时那个诶 又有人出现 这上次我们讲到那个教育厅厅长 就是请杨老师设计 那个日月潭教室会馆 日神月神的 他就说台湾有个人啊 杨卫峰啊 所以那时候叶公超先生 就找了杨卫峰先生 那当时这个场馆 我们刚刚有讲到 他这个设计总设计师 就是贝利敏先生 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在讨论的照片 那杨卫峰先生 他就到了现场 他赶快发想 他做了七八个模型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上次有个 还是太鲁格风格 但从左边 然后呢 一路演变了 他把这个风格开始立体化 更立体化 然后结合了一些线材 然后在后面就是 开始有 凤凰来的雏形就出现了 那因为他是学建筑的 所以呢 他就把那个小人放在旁边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学建筑都会做的小人 把他放在量体旁边 然后感觉一下 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右边那张 就是杨教授来把模型带到现场 在一个距离这样对照一下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比例放在这边 是不是OK的 那在找杨卫峰先生之前 其实贝里尼他们 是原本要做一个巨型的 那个斗拱 在这个广场前面 那他们就想看了看 就觉得说不行 我们一定决定要跳脱传统 要现代化 那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 更新颖的作品在前面 然后就是杨卫峰先生刚好 拜访的这个澳国的雕塑家叫 卡普兰 对 他的后代后来还有跟我们美术馆联络 对 他的太太刚好是台湾人 那这个卡普兰 他是当时在欧洲 是也许是第一个体景观雕塑 这个概念 他其实他是用很多石雕来呈现在整个大地上面 所以杨老师也非常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杨老师跟钢本太郎的照 因为钢本太郎先生 他是整个艺术总负责人 那他也是那个太阳塔的那个创作者 我们看到右边 这是他的太阳塔 就是刚好在那个万伯会的现场的主塔 那当时杨教授就是灵为寿命的 他到了现场之后就剩两三个月 他非常紧张 那做完之后他就直接拿草稿 那个不草 这是草模型 刚刚那个模型 就带到了这个田岛顺山的制作所 那田岛顺顺山呢 他其实是 呃我们盖中华名物馆 他这个负责人 这个营建公司是大龄组 那当时大家都不看好 杨英峰先生他会觉得他做不完 所以呢就有点数落他 但他没有气馁 他还是觉得 他一定必须把他做完 这个精神就感动了大龄组的那个 总监了 叫武士兰先生了 对不是喝饮料那个 那武士兰先生呢 他就说 我私底下把我们最好的 日本最好的工作 铁工作室 就是造型 然后帮杨英峰先生做 这个凤凰来营的这个雕塑吧 所以他非常感动 所以他在日记里就提到说 这是第一个奇迹的发生了 所以当时杨英峰先生 只是在做这个凤凰来营的时候 其实在做的当时已经剩下一个月了 不到 那他就日夜赶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其实是晚上的 右边这张 那正常来说 雕塑家会先做一个 大概 大概一公尺以内的模型 也不是模型 是原作 再把它放大 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 南英峰先生是直接从大型来做 那大型来做有个问题 在当时的技术呢 很难去 弯这个板子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凤凰 他其实前面就一个 两个支点 跟后面这个 翅膀的部分 那怎么办呢 那当时 他们就想到了 用人力去玩 所以看到左边这张 哇 大家把那个钢板 用人工的方式 把它这样 把它凹出来 那大块还可以这样 那小块怎么办 小块更难玩 他们就想到用卡车 加上很多重量 去压制那个 钢板的弧度 所以他们 非常厉害了 那如果没有机器的话 那软人工的 就把它碾出来 所以我说 哇 居然用卡车 碾出一个巨作 真的非常厉害 所以他当时呢 他居然只花了八天 就把这个大型的雕塑做完 然后他说 这是第二个奇迹啊 原本呢 他们运送那天会下大学 然后也没下大学 那他们其实是从东京的工作室 在工厂内把凤凰来做完了 然后呢 再拆解到现场组装 大阪的会场组装起来 然后在现场考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的赶了 好 这张就是当时的工作的计划 排成表啊 工程表 我们看到 他的中间的部分 他其实只花了八天 剩下两天是 那个 就是装过去的 然后其实他在 开幕时间已经离剩下一周的时间了 非常的紧紧 然后右边这张是 我们后来 就是办展的时候找到 他居然连那个当时的工作证都有把它留下来 然后这是他们的当时的施工图 很珍贵的资料 哇 所以一个梦想就完成了 这是当时会场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右方就是那个太阳塔 然后右边的那些黑色的巨柱 就是那个韩国馆的 所以当时做完这件凤凰来椅 他就成为了一个焦点 然后 然后杨云峰先生就一举成名要上国际了 就是当时现场的照片 所以这个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作品很可惜 他在展完之后呢 菲律敏先生跟杨云峰先生 他们原本决定要把连馆都拆回台湾了 安装到阳明山上 但是当时政府其实没有经费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杨云峰先生做这个凤凰来椅 所以他有赚钱吗 他其实没有 政府只给他了 我记得是四万块的安家费 当时 那就是把他绑在那边做四个月 对 所以其实杨云峰先生 他其实真的是为大众在做这个作品 那这个是庄林老师拍摄的照片 很漂亮 他的影子倒映在贝利米的白墙上面 那这个凤凰其实原本他是七彩的 因为要顺应这个世博会的主题 我记得是以和平为主题 他七彩是象征几大洲 但后来他还是觉得一个红色是代表的主题 然后他后来才把这个小的原作把它做完了 然后这件他后来就把它放在这个世博会的咖啡厅里面 那安云峰先生他的凤凰蕾 总共有四个系列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叫凤凰蕾一二跟三 还有有凤蕾一是单脚站立的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那安云峰先生做完之后他就赶快回到花莲 就把那个花莲机场案子才把它做完 那这个时候他又接到了就是石博馆的这个庭园景观工程 那我们可以知道这次办大展就是历史博馆 那他们当时就是邀请安云峰先生来做这个庭园 那这个庭园可以说是亚洲最小的中国原令 他可以把非常的迷你把它放在里面 那很可惜这次在石博馆在翻新的时候就把它大部分把它拆除了 那其实因为从1970做完到现代中间经历很多人 那他其实跟原本样子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就后来就保留了 我们看到中间照片上面那个后面那个月门 是杨英老师的精神还有那个梁婷 把他跟一些景时保留之后就把现代化 那1971年就是杨老师就一举成名了 他就接到了这个新加坡文化酒店的规划案 那当时哇你们看到这个在一个酒店大厅里面 这个墙非常的高与巨大 然后下面人小小的这个很震撼的 那这个现在已经拆除了非常可惜了 那当时是我记得是我父亲 就是他们听到他们要拆除 然后他们问我们要不要 当然要啊 这个我父亲就把它拆回来了 可以看到上面很多格子 那是一块 他其实是一个玉石 玉石一块块拆下来运回台湾 那现在在我们的库房收藏着 那这是当时杨老师的手稿 就是潮原仙障图 那我们是讲87神仙的像 那当时杨老师是想要做很现代的 不锈钢的一个作品 但那个文化酒店老板就觉得说 啊这大家看不懂 他想要再更人文一点的 当然他就说那做完这个大厅这个仙障图呢 再让他做另外两件作品 比较现代化的 那杨老师就开始把仙障图 拓稿在那个施工图面上面 这个照片蛮有趣的 然后呢这是上次我们讲到 这是朱铭先生也到了新加坡来 杨老师拍他过来一起创作 但听说当时朱铭先生做一做水土不服啊 其实朱铭先生他身体都不太好 所以他做一做就回去了 然后后来才觉得说啊 你应该要打太极 所以朱铭先生后来就是一打就成名 那就是当时施工的照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哇这个比例非常的巨大 杨老师在右边小小在雕这个 玉石上面这个87神仙 非常漂亮 然后他雕完之后呢 他还按了那个金箔在上面 所以这个作品我们在百年展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把两块拿下来展出 那其实我发现那时候我就拿一个干部擦一下 哎他虽然原本表面上都是灰尘 但是他一擦完又很干净 因为他是真材实料啊 他所以我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难得 而且其实如果当时没有拆下来的话 其实这个作品就不见了 非常可惜啊 然后这是当时大厅的照片 然后杨教授还在这个酒店做了这个文华六七啊 非常漂亮 就是天地东南西北 然后这是六七 那这个很夸张 这个后来饭店拆除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运回台湾 就在疫情内年2019年的时候呢 我们库房隔壁的那个营营公司失火 烧了大概三十几栋当地的那个工厂 连我们都破棋 所以这些石雕后来就碎掉了 那我们看了非常心痛了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了 所以大家其实都云端上面去作业嘛 那我们的师傅呢 他就没施 然后就在工厂里慢慢把这个石雕会复原 所以后来复原了跟当时的一模一样 非常厉害 后来亚艾宏先生他做的这个 玉与币啊 大棚成熙 那其实就是把泰鲁格系列 跟现代化 线条非常的简介 漂亮 就在饭店的门口 那很可惜这个作品 后来就是新加坡航空公司 把它拆除掉 那这个作品就没有保留下来 非常可惜 我觉得这一件作品应该是杨英峰先生 他在泰鲁格系列上最巅峰的一件 非常的简洁有利 这个时候杨英峰先生还做了这个心境 然后就去了那个雕刻之声展览 这个心境也很有趣 当时这个心境在今年的时候放在美术馆里面展览 就有一位先生他就在清静前面站着 然后刚好可能映照到他自己 他就觉得很难过 在没算哭 刚好我下楼经过 我吓到怎么会在作品前面丢眼泪 我就一问 原来是他家里的经济因素 他没办法去做他的舞蹈家 所以他就只能放弃那个梦想 刚好来看 看到这个映照到他自己 他就觉得很难过 就觉得照到他的心里面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还蛮特别的 然后1972年的时候 梦之塔呢 就是杨英峰还设计一件梦之塔 他其实是一栋87米高的建筑 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张 杨教授当时就是 关岛呢 他们就是战后需要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他就邀请了杨英峰先生来设计 那杨英峰先生就想说 哎 我们把那个梦之塔放大 成87米高啊 那里面是很多种美术馆啊 还有很多复合性的商店 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还有电梯在中间 上上下下的 很多跳空空间 那这栋 很可惜没有做啊 他其实他的想象里是从太魯格的峡谷里面往上看 那种感觉 所以是梦之塔 那这个案子 我觉得非常漂亮 他说这些殷商纹路啊 那个云纹 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栋 还有一个纹路 他其实那个不只是纹路 他是建筑的窗户 对 我觉得这个作品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那很可惜就没有完成了 那后来1973年呢 就是杨英峰先生 我觉得也是到了这个不锈钢 作品的更巅峰啊 他非常极简 这是东西门 这个东西门 他其实就是在纽约的华尔街上面 在他的那个东方海外大厦 那东方海外大厦这种建筑 是贝努敏先生设计的 那当时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门的这个机会 是因为我记得是1973年 当时香港的还是英国嘛 那香港当时有个船运大亨 叫董浩仁先生 他设计了一艘海上学府啊 想要环游世界啊 教育推广的一艘船啊 那这艘船呢 听说还是也是 圆山饭店的那个杨卓成建筑师 帮他设计 会有一些东方的味道的 那结果这艘船呢 出港一周就沉了 因为他大火啊 火灾了 那这艘船刚好就叫伊丽莎白皇后号啊 那当时 董浩仁先生就很伤心了 那想要有个纪念碑啊 只是立在他的这栋 那个东方海外大厦前面 毕竟是英国嘛 所以当时伊丽莎白皇后就说 我们前面应该要放一件英国雕塑家的作品 亨利莫尔的 那贝利敏就觉得说 很坚持要找杨云峰先生来设计 所以就请杨云峰先生来看了一下这条船的 那杨云峰先生也飞到纽约去讨论这个东西门 跟贝利敏讨论这个设计 那非常的简约啊 这是天原的地方啊 他说这个方啊 就是西方的理性啊 原是东方的圆融 那放在这个纽约 这个这么人文汇萃的地方 交流密度很高的地方 他就是东西门 东方与西方交流的门 那他的英文就叫QE gate 就是Queen Elizabeth 那这是当时他用那个木雕先做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是东方海云大厦前面 他在放那个作品如何摆放可以有最佳的一个感觉 他做了一个模型在前面 然后安装完了 这个东西们其实超级巨大 他大概接近六米高啊 这接近两层楼高啊 所以非常震撼了 那其实我本人还没有去过 那我一直很想有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个作品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去的纽约 去花莱街上可以去看这个作品 他现在还在那边 而且他还是光亮非常漂亮 那后面那栋 左边那栋后面那栋 白色的刚购的建筑很简约 那个就是贝利敏先生设计的海外大厦 那东西门后来就 回来就开始做很多大型的空间上的案子 像这个就是在两美公司里面 的一个我们就是电梯开打开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型的这个泰鲁格的墙 他之前叫起飞啊非常漂亮 那当时也是杨老师用铜 我记得是铜板吧 也许还是铁 还把它焊在那边现场去施作 非常的漂亮的建筑品 那很可惜这个公司后来就是被倒了 所以呢刚好他的好朋友是一位建筑师 他就把他移到了现在的国家一文园区 那这个就是他后来 那这个就是他后来 江云峰后来还有做这个玉龙汽车厂的这个统展 因为他认为这个工厂太多机械式的没有人文空间了 工人没办法放松了 所以他做用食材去拼贴这个作品了 然后呢再用景观去把它造景出来 但他们工厂一出来就看到这件作品了 那因为这个作品非常巨大 这杨云峰先生在日记 哇我以为我是盖一栋建筑的 那这个作品现在还在啊 那他也变成那个玉龙汽车的 和他们老板的纪念公园了 因为他们从本来都过世了 那背景也不一样了 变成大楼林立的空间了 这个美国Sproken 大概1974年 这个案子非常的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以为 中华民国在1970年之后呢 就没有了万博会嘛 后来就是过了很久才有台湾管 那其实当时 1970不是最后一个世博会 是到1974 美国在Sproken的一个世博会 也是以中华民国来当代表 这个才是最后一个 借中华民国名字的那个世博会 那当时也是请 杨云峰先生来设计的 这个时候呢 1974年 刚好美国提出了这个全球暖化 那大家就开始讨论这个事情 那当时就遇到了那个 中东的战争了 那他们就当时以庆祝明日干净的 那个社会 以做这个主题了 所以这栋建筑 它是一个环保建筑 他到展完之后呢 他还移到了一个社区 社区大学的一个音乐厅 那杨云峰先生当时 为了回应这个主题呢 他就以大地春回的方式来回应 那他用三棵大树跟一个太阳 来做一个设计主軸 那这是当时的Spoken会场的样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三棵大树 他有点阴商的图腾 然后中间是个太阳 然后右边就是建筑的模型 那当时要怎么做呢 这么大件 那杨云峰先生就很聪明 他就是用三角形的构建 然后他还用了一些 斧坯的纹路 那这斧坯的纹路 就是我们讲泰伍格的纹路 所以他有点台湾性的 那他就把它做成三角形 总共做了三万六千个 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那他在这个线稿上面 打了那个三角形的格子 那就是当成当作施工图 去现场试作 那他这些三角形呢 我上次刚好听到他是在 他家附近的一个 旧的一个将军的住所 还没有人住 他就租了那个空间 然后日以期夜夜 在做这个三角形的模式 因为他做三万六千个 然后再运到美国去 他突然就安装到美国外墙上 三角形他每一面呢 都长不太 他有好几个模式 然后他每一个都转一下转一下 所以太阳一照到这个三角形上面呢 他的光影跟那个泰鲁格的纹路 这样子他就有不同的效果 我们看到这张真的很漂亮 可以看到他的很多光影的细节 跑出来了 这是在安装的时候的照片 这是在安装的时候的照片 我听说他也是非常的敢供 因为他当时运到现场 他日记有写说 美国的水泥食量太好了 他们台湾带去的钢钉都装不上去 还想说怎么办呢 会不会全部都锁不上去 还好后来都解决了 这个就是屋顶的太阳 这个就是屋顶的太阳 那当时在现场 在我们在百年展的时候 现场有人就问我说 诶 其实屋顶都看不太大 为什么 杨益凤先生要把图层都做到屋顶上 后来 那杨益凤先生 因为他去的现场 看到发现 其实会场的右边 这个场馆 右边会经过一条缆车 所以呢 他屋顶去做表现 所以他其实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 都有考虑到左边的环境 那这就是那个场馆的照片 杨益凤先生他什么都留下来 包含当时的那个 任何的文件 现在都收藏在我们基金会里面 那杨益凤先生他不只做雕塑 他还做 我们刚刚讲建筑 那现在还有做云门武器的道具 所以我觉得 杨益凤先生他就是非常跨领域 包含这个临时段 我们上次有提到 这个 临时段老师他是 台湾第一个女性 裸体摩托尔人 那他后来 摩托尔做完之后呢 他就去美国 学了舞蹈 那后来舞蹈 就是很有成就 然后他就回来台湾 要做表演 那就请了杨益凤先生 来为他设计 布景了 那杨益凤先生 他就在日记里写说 原本临时段老师想要 就是想说摆了几件雕塑在舞台上 那杨益凤老师就觉得说 雕塑放在舞台上 他去跳舞 那主角就不是他了 而反而变成雕塑了 所以他觉得应该是 以他的舞姿为主 然后呢 后面的背景 他就用一块布 拉 很像那个 就是泰鲁哥的感觉 那种纹路 然后其实这个布幕呢 他会随着他的舞蹈去移动 所以非常的 蛮酷的 对 上次有还有提到 那个修哲兰女士 建筑师 她们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缘分 包含那个台北市光复国小的 那个景观设计 那这种建筑主体 我们可以看到有 修哲兰建筑师的风格 就是 非常的简约 然后有曲面的 这种建筑 那杨老师就是在里面 创造了一系列的那个景观 跟浮雕啊 他用不锈钢 做浮雕 还有他的这个学校的庭园 等下会讲到这个庭园 这个庭园到现在还在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还蛮感动的 而且杨老师很多作品 过了这么多年了 他毕竟是为很多公家机关 公共场所做的 他多少都会有被 拆除的命运 那这是为光复国小设计的作品 然后不止光复国小 杨老师还创作的辅大 还有清华大学的校门 还有北科大的校门也是杨老师设计的 我听说以前那个大家去清华大学的时候 找不到校门口 因为那当时那附近就是一片草地跟树林 围绕这个学校 那就请杨老师来做个地标 那杨老师就用了那个 传统那个竹简的概念 三片竹简 合在那上面 然后就当成清华大学的校门口 大家就可以马上知道这边是学校的校门 那他还在里面做了几支 我们叫折纸凤凤凰 比较片状的 还有些山水风格的作品 到了1976年了 就是当时沙奥地阿拉伯跟台湾 还有密切的外交关系 那沙国当时他其实发展 比较初步啊 那杨一凤先生就是被派去的沙国去考察 然后呢 为他设计好几个公园 还有教育设施 还有城市规划等等 好几个案子 就是当时那个中沙有做的照片 那杨一凤先生就是被派去的沙奥地阿拉伯 去做这个规划 那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上 其实沙奥地阿拉伯真的是 当时一片 我们跟现在差很多 那杨老师就去当地深入 还有观察他们的家庭 然后呢 还有这个社会的组成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些 那个公园的 某局化的一些设计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的 有点像东西们的衍生 其实当时杨老师的风格是非常的简约 就是天原地方 然后在圆上面挖个洞 然后他因为他发现 中东的 那个民众 他们家庭是比较 比较 怎么讲的 他们需要一点隐私阿 所以他们的 他的设计呢 就变成说 他有点 若隐若现 在这个空间里面 只是他既有点包厢的感觉 但他又是一个 风透的公共空间 然后是他设计好几个 进马场啊 还有热区的配置啊 还有观光园区啊 还有教育厅 那 他说 因为沙漠一片屏嘛 然后光秃秃的 所以他觉得如果重要的设施 他应该要盖成一个漂亮的 只是马上可以一眼辨认 有个性的建筑 所以杨老师就把 他的山水系列放大 成一个建筑 你们看他的想法非常的大胆 然后他再倒印在水池上面 那如果这个做出来真的是不得了啊 还有这个公园的规划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模举化的设计 当时杨老师规划的时候 他有想说 要把它怎么实作完成 然后呢 他还发现 那时候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公司可以做完 再他还把这公司的 资料都把它准备好 去准备要去做这个工程了 这个就是他这个设计的平面图 跟立面图 那我还发现他其实 设计这个 模举的时候呢 他其实跟伊斯兰的图案图层都有关系 因为第三图层他其实 我记得是他们用一个圆 然后 中间是他们的针组 然后他们的圆是可以无限循环放大 形成这个图层 那我觉得杨老师应该是有参考这个设计 然后应用在他的设计上面 那杨老师还做了这个景观设计 这个叫巨印 那我现在看到他的雕塑的样子是南山城西 那他其实当时他的想像是一个大型的建筑 会展中心在这个沙漠里面 我们从远远一看就可以看到这种建筑 就知道他是一个重要的地标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上面人就小小的 然后他们可以从中间进去 然后坐电梯到楼上 我觉得这个建筑长得非常的科幻 那他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象征中间是太阳 然后呢 他散发的光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太阳中间往外一个放射上的一个线性的杆 然后他说这是个大树 所以是一个巨印的印象 然后是当时杨老师做完的时候 沙烏地阿拉伯派人来就是看这个规划案 这个在圆山饭店里面拍的 这还有那个造架 还有包夹单 我们看 二十百千万 四百百万千万 九千万 哇 不知道是什么单位 是当时他的全部的 资料都有留下来 那杨老师因为这个前面沙烏地阿拉伯的案子 他做完之后呢 结果就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了 所以他这个事情都后来都没有做完 非常可惜了 就成为纸上建筑了 那后来他还是有把它做成雕塑作品了 那到1971到77年呢 就是杨老师也受到邀请 就是做了这个手工业研究所 那这也是现在的工艺中心的本馆 非常的漂亮 简约 那杨老师他想像是一个礼物盒 然后他也是一个 那个传统的斗拱 把他现代化 非常的漂亮 那这个案子原本是给了贝律敏先生设计的 那贝律敏先生就说 哎我觉得台湾有个人更适合做这个案子 他就找了杨一峰来设计 可能是贝律敏先生他没办法去做这个案子 他就交给他的得力的助手 就是彭英轩先生 他也是很厉害的建筑师 他们就联手把他设计出来 那他原本的 画的是个双死的印象 后来这个案子就是演变 然后最后可能刚刚我们一开始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包含这个手工业研究所的这个logo 也是杨老师设计的 他其实这栋呢我觉得 他其实是个巨柱组成 中间都没有柱子 然后上面用格式量系统 那这个他是从下窄上宽 他其实跟传统的宫殿师建筑 我们讲那个斗工嘛 有点像 他其实是个大斗工 组成了一个现代建筑 那一峰先生他很擅长用传统的元素 然后把他现代的语会做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是 这个70年代底 那杨老师的父母亲就来了台湾 那他也不敢相信 他既然经历了 过了三十年后 还可以见到他的父母 他非常高兴 那杨老师这个时期呢 他还去了 史丁门的法界大学 在美国万佛城 那他也遇到了那个宣化上人 杨老师非常喜欢他的 讲述的佛法 然后他就常常去 经营宣化上人 讲佛法 那杨老师也提出了一系列 那个法界大学的这个规划 很可惜后来就没有实现 我们看到他左边这张上面 他是一个佛像啊 非常的巨大 然后人小小的 这样一粒一粒一颗在那边 对 非常的震撼 然后他还为他设计了一个logo 那这个三角形的意思 其实是一个人在坐禅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坐禅的人 然后三角形在那边 然后能量从中间散发出去 所以他这个三角形跟圆形的设计 那杨老师还设计这个版画 那杨老师也为这个法界大学 到了世界各地奔走去宣传 那他也常常回家跟当时的宽谦法师 在讲这个事情 那这个当时宽谦法师还没出家 但就是他就觉得很好奇说 为什么他爸爸常常就是去美国 然后去法界大学 然后去万佛城 回家听他讲述那边的事情 很有趣 那1977年的时候 杨老师去了京都啊 这个也蛮有趣的 他是先到了工厂里面 发现了有一个公司 他们用雷射去切割鋼板 哇对他来说很神奇啊 当时的技术是可以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可以自由的去用鋼板去创作 那他后来还发现 京都把这个雷射做成艺术表演 对他来说很震撼 所以他从1977年 发现这个雷射之后呢 他发现台湾没有 他就把他引进回台湾 把这个技术引进回来 然后开始做研究 所以他后来就成立了雷射艺术研究中心 那我们有一段影片看一下 大概六分钟 开始讲述雷射的事情 我小时候的感觉觉得他是我的老师 我不觉得他是我的父亲 因为那种亲情的感觉少 我只有一个印象是 我很小 我记得他回家 他就用脚 我们就躺在 就是这个地板嘛 躺在那里 他就用脚去揉我的肚子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人 他说在台湾是一位非常特意的大艺术家 他有这样的高度 他其实一生里头 没有把自己界定说 我一定是雕塑家 或是这个绘画的一个画家 或是板画家 或是摄影 他也做漫画 他也做现代这个美术的设计 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艺术家 我看到这个作品 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作品为什么生动 它其实是有接地气的地方 谁能够把这个勤肯 真正地搭回到土地 而有好的表现 那就是雕塑风 造型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的解约的抽象的处理 使得原来趋于平淡的灰尘的 现代建筑的中华民国馆 整个变成全场的焦点 我们看到他具体量越做越大 我们看到他已经再也不是 在自己画室里面 做的那种雕塑的感觉 他进入这种科技 雷射的探讨 从日本回来看到这个日本的这一种 有一些发表 那是最初期的发表 他就深受感动 他不仅是视觉之光 而且是一种不具形象的能 雷射会形成现场里面一种光波的波动 那再配合上音乐 人在其中 就好像进入一个 魔幻的科幻的这种世界 他的想象是这样子 我父亲得到日本雷射协会的一些认知 当时我父亲非常着急的 觉得雷射的一个被发现 好像是一种革命一样 那么他在台湾就积极的组合了 非常多的科技界、医学界 反正跟雷射有相关的一些人员 我们组成了中华雷射协会 我被我父亲安排到科学的领域里面 所以我跟了一个叫胡锦彪胡教授 花了两年的时间 在台大的庆宁工业研究中心 那么他的实验室里面 我去待了两年 那么也因为我对摄影的一个兴趣 那么也跟胡教授学习了全校 那全校摄影是一个非常立体的摄影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雷射的干涉现象 把一个写实现有的一个实像 透过这些干涉现象 变成一个浮在空中的一个虚像 看得到摸不到 在过程里面我也发现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艺术家 我们也可以借着这种光学的仪器 借着一种科学的一种过程 我们对光可以重新认知 我们在光的世界里面 也是非常多的一种经验跟赞叹 那这里面也奠定了我在艺术界的一个位置 当时我们的观光局要办第一届的元宵灯会 那当然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大家都没有经验 所以就请杨依丰先生先把一页作品呈现放大 那时候当然就选了《飞龙在田园》 它很有气势又很代表东方 那杨凤生最喜欢 又把光线跟雕塑放在一起 就没想到那天这个开始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轰动 而且有几十万人围在中文经验堂 这个整个都是人 其实还蛮感动的 那当然后来不管任何一家公司承包 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在做表现 这种宇宙间最精纯的光直 精美感的造型后 似乎可以展现一个抽象惊艳的心灵世界 他的雷射也是和他的那种基建主义的 这种表达方式 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他的艺术观念中 他要追求新的雷射 新的内容 他必定要用新的材料 必须要用新的方法 你看到他雷射作品里头的那个异象 他在找出一种宇宙的那种概念 其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那个宇宙大爆炸的那个照片 他又不相思性 他是走了一条过去 不可能被人认可的一条道路 因为人家不知道雷射是干嘛的 人们不知道雷射跟艺术有什么关联性 人们再也想不到雷射和公文艺术 和他的罗马所学的那些古典形态的雕塑 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他已经渐行渐远了 在这个时间之内 杨云峰先生他走在了一个第一方正之中 反映了与古迹艺术潮流之间的一种关系 好那就是这个雷射的时期的一个影像 那当时呢就是我父亲跟我爷爷 他们就一起办这个大汗雷射科医研究社 然后其实这个后面的空间 左边这条片是在现在我的背景的家里面的 那其实已经太一样了 所以当时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雷射的上座 为了要更深入研究雷射呢 我父亲就去了台大的庆林工业研究中心去一起研究 跟胡教授一起研究雷射 所以才有后来的这些当时的照片 那雷射呢 杨教授当时就在想 雷射看得到目不到 要怎么把这些影像截取下来 而且要怎么形成这些画面 所以他们试了很多种材料 哦 你看他在这个空间里面 透过折射 然后最后呢 他们想到啊 我们把那个影像打到一个 那个面上面 一个布幕上面 然后呢 用摄影的方式把它截取下来 然后他们再把作品做成版画 那就是当时他们用雷射去设计的画面 那后来有了电脑更方便可以有一些图形 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那张就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在一起研究雷射 其实当时其实到现在有些雷射 其实我自己本身看不太多 但我发现他其实杨教授其实把雷射很简单 他其实就是在呈现太鲁格的纹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很多波纹 我觉得都其实杨老师他一生的东西都在追求东方的美学 所以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一些制考方式 那他们当时就试了很多材料啊 然后到底什么样的东西打在墙上 会是他们想要的效果 那结果他们发现呢 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 那是他们用传统的玻璃花窗 放在雷射前面 一打过去就跑出了刚刚这种纹路的效果 我觉得非常的神奇 就是一个这么的平凡可以看见的一个素材 可以跑出这种效果 当时他们还试了一系列的一些画面影像 然后还办了一个第一届的国际雷射警官大展 在原山饭店 这是当时的海报 真的我觉得这个海报非常的科幻 其实放到现在还觉得非常的前卫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个作品 叫做生命之火 那他是可以说是科技跟艺术的结晶 怎么说呢 是当时杨老师创造这个雷射的引进到台湾 这个机会之后呢 还创始了中华雷射协会啊 那其实是里面很多科学家 还有工业界商业界医学界的人才啊 工业界尤其他们就设计了台湾第一个雷射切割机了 他们就拿来切洋老师的作品 把它切出来 那洋老师就切了两片 然后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再凹成那个凤凰的那个 我们看到左边的尾巴那个形状 所以这个作品也是台湾第一个用雷射切割机做出来的艺术作品 当时连总统都来看这个展览 中华游战为了纪念呢 然后他们还做了这个邮票 那雷射当时呢非常困难 他们需要一整个空间去 布满了一些雷射线跟设备 还有水冷的设备 让他降温 所以这个做这个研究 非常的花费俱词啊 那杨老师也是没有在管 他其实听我母亲讲啊 杨教授都是没有在管成本 他是一心一意在投入在艺术上面 那当时我父亲还把他跟雕塑去做结合 那这个也成为我父亲 后来做雕塑的一个路线 他是很擅长把光跟雕塑去结合成一个新的作品的 杨老师这时候就遇到了一个 这个花脸的一个师傅 他叫传庆法师 那他其实当时是在法界大学遇到的 然后呢他就想说他想要在花脸 那个面海的一个河南市啊 那想要做一个观音啊 那这个是河南市的传庆法师 他在这个花脸的巨石上面做餐 哇这个画面非常的震撼 那杨老师就为他设计一个造福观音 就在山顶上面 这是他的手稿啊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巨型 其实当时来说 我一直想不通他们到底怎么把这么小的雕塑 然后把它放大 那杨老师先雕塑了这个造福观音 然后呢他在上面打格子哦 那打完格子去把它放样把它放大 然后呢哇你看 偶像点这么大 然后父亲也有在当时有一起写著做这个事情 那他们就是把它做完之后呢 翻模 翻模再把它一件件灌上去 所以整件是用水泥去制成 哦真的非常厉害啊 在这个没有电脑时代啊 他们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把作品放大 几十倍 河南市的造福观音 现在还在那边呢 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河南市可以去看看 其实还蛮震撼的 这个寺庙是往上看一回头是面向太平洋 然后这个是1983年哦 这八年代杨老师就把他 我们刚刚上次讲他的日式古错 这是因为南海路要开路 所以被拆除 那后来杨老师就把它重建成一栋美术馆跟住宅 所以杨老师就住在美术馆楼上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来杨一峰美术馆的话 可以来馆内看一看 这是当时杨老师的手稿啊 他原本是设计非常的简约 然后用清水模的方式来设计的 后来他发现这个周遭的环境很多是有估计的 所以他用红砖去只是呼应附近的环境 然后这是在建设时候的照片 然后是做完的时候 这里面非常的简约 然后楼下就是杨老师的美术馆 然后楼上就是他的工作室 那这种大楼很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非常的狭窄 然后所以他是楼中楼的 所以他可以从一路从一楼走到八楼 然后通到杨老师的最顶层的办公室这样 这是当时开幕的照片 那因为非常的窄 所以开幕得在外开幕 然后桌面也有来到现场祝贺他的老师 那他们真的一生师徒感情非常的好 然后有人甚至说他们可能上辈子是父子 然后连李登辉总统也有来参观 那李登辉总统很特别的 他其实是当时封年社 梁老师在封年社的时候他的同事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李登辉总统他是农业博士 所以他当时是跟他在农委会里面是同事 就没想到他后来变成了总统 然后他只是在杨老师的那个办公室里面 那杨老师也很有趣 他做了泰鲁阁系列的作品 然后呢他还把泰鲁阁当成桌子用了 那后来更厉害了 这是我父亲就切了一块玻璃 把他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他当茶几使用 然后这是当时的DM 那1984年呢 杨老师就创作了这个分合水源跟季网开来 在台南文化中心里面 那分合水源其实当时是 杨教授的母亲过世 然后他的女儿也是宽谦法师 就是那年出家 杨教授觉得说啊 人就是分分合合 所以分合水源 所以他创作了这个作品 然后这个作品原本是在北美馆前面的 非常的贴近这个人 可以跟人互动 其实杨老师当时在80年代就提了叫 Livescape Sculpture 就是景观雕塑 他其实不是用Livescape 景观雕塑 Livescape就是讲生活艺术 当时杨老师就提了叫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的概念 然后想要把作品跟环境跟人的关系 做最和谐的助理了 所以他开始使用大量的不锈钢 他可以照射反映环境的画面 然后又可以跟人很贴近的互动 杨老师的最大的理想就是这样子 那后来这个作品就是搬到了 那个台南设立文化中心 非常简约 然后1985年齐安菩萨 那这个菩萨呢 是当时大雄金色的明光法师来委托的 那当时大安森林公园 其实是一个很多眷村 还还不是公园 那后来要盖成公园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件佛像在里面 那附近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宗教 他们就说为什么只有佛像在里面 那我是其他宗教也可以在里面立像 对那就引起了一些争议 后来就是透过台北市长就说 啊这件是大师的作品 所以呢 就我们以后就禁止摩拜了 那以艺术品放在公园为主角 拿保存在那边 所以当时还引起了这个叫 观音不要走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作品也非常的漂亮 而且他把观音标的很饱满 所以我这个人非常喜欢 所以我有时候会经过大安森林公园 他其实在我们家就在家里附近 你看到这个作品 他到现在还在很安静 在那片竹林里面 那其实这个西安菩萨 你看到这一颗圆形 他其实是代表地球 那所以这个菩萨就是保佑这个地球 和平了 那1985年的时候 当时高雄航空站 是成立啊 那 杨老师这个螺木之球呢 他其实原本的构想是在 新加坡有一个雷射的空间 那后来就没有做成 那杨老师后来就觉得说 他 在高雄机场 应该是要一个 变成 非常巨大的一个 后机室啊 里面有雷射表演 所以我们在等 飞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雷射表演非常精彩 那我们看到左边这张图 是杨老师当时 哦 你看他设计这么大一个 球体啊 然后人这么小 然后就是在里面 在等飞机 那样的震撼 他真的要更大型 但很可惜 这个理想都没有实现 最后成为了一个 景观的作品了 但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啊 这个作品 现在在现场 非常的震撼 他是一个八米大的一个大球 然后架在两三层高的地方 所以我们去现场看 很像一个太空飞船 飘浮在上面 因为他的底座是不锈钢的 所以是映照的周围的环境 所以他这个球 很像是飘浮在半空中 这样子 那这个球 当时功法非常困难 你可以想在那个 没有电脑的时代 要用做成 钢板做成一个球体 那还要切成这个斜线 很困难 那杨老师突破这个工程工法 他还是把它做完了 我们再猜想 这可能是用造船的方式 高雄很有名是造船业 他可能是透过造船厂的那种 造船的方式来做这个球 这个球非常的珍贵 他在做完这个金属结构之后 他在外面披护一层 是对你的仿同的质感 非常漂亮 那刚好高雄机场 今年要扩建 就原本要拆除这件作品 那上周我们跟机场谈过之后 他们决定要保留在现场 那他也是持续作为高雄人 机场的一个地标 之后大概机场要扩建20年 非常的长久 所以希望到时候 那时候还还可以这么漂亮 然后在机场的旁边 还有他的国际县 他还要做一件农副 农副非常的高 我看到人超级 车子那么小 那我到现在来非常震撼 那现在农副 他这件是用铜做的 那现场他们是把这个铜 再把它磨成金色的 铜本身是 外面有铜绿嘛 然后里面其实我们磨的时候是个金色的 所以在一条金融在现场 大家有机会去可以看一看 他非常的高大震撼 那1988年的当时世界博览会结束呢 那作品没有带回来 很可惜 当时台北银行 当时台北银行要 台湾的经济正在上升嘛 然后他们就要开始国际化了 所以他们就请亚老师来设计 这个台北银行前面的作品 还有设计logo 所以当时就把这个凤凰蓝衣 用现代的方式 把它复刻回来 那这一件也是有人做 这件非常的巨大 现在还在中山北路前面 他是用不锈钢的方式 但他是已经用包边 只是不像我们看到凤凰蓝衣 第一件是一片一片的 那这件是框架出来的 饱满的 而且非常漂亮 只是在安装的时候的照片 那很可惜 现在中山北路上的树 已经长得很高 凤凰蓝衣反而被在里面 我说很像龙中鸟 很可惜的 应该把它移到北美馆前的广场 更适合它才对 很漂亮的一件作品 大家去现场看 可以感受到他的巨大震撼 好,那到了新加坡 1986年 1988年 梁教授在1985年以后 也很常去做新加坡的一个 规划案 当时 也有这个 像是孙宇丽建筑师的协助 他们两个人都合作 那这件也是其中之一 这个叫向前迈进 是当时那个华联银行的老板 叫林英宗先生 出资 请杨老师设计的一个 S型的巨龙 来象征 那个新加坡的 那个 从以前的小渔村 变成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的一个 地标 所以当时他们在讨论这个同雕的作品 我们看到这是他的结构图 其实当时好像已经有电脑出来 所以开始有可以做结构设计 不然这么大的一个作品 很难去制作 那这件作品因为当时新加坡好像 没有这个技术 所以是台湾做完 做货归运过去的 然后当时要在1988年的8月8号开幕 那真的是发发发发发 这个事实还蛮有趣的 但因为这个开幕时间变成大家很紧张 只是怕传奇会有问题 听说这个作品做完了 我有看到我父亲有写信 这个作品做的时候到现场 已经剩下三天就要开幕 所以他们到现场 赶快把这个组合起来 然后把旁边的那个食材都做好 地桌做好 赶那个开幕时间 连夜赶工 非常的紧张 才赶到那个很棒的那个时辰 然后这是那个教授尼索的那个小船 这是在那个龙的背面 这是现场的那个组装的照片 现在还在那个来富士广场前面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新加坡 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作品 非常的震撼 左边这样就是我父亲跟爷爷的合照 右边就是那个我们讲刚刚那个小船的 从小渔村变成那个中间的大都市 教授在台湾呢 在1989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件非常巨型的一个 叫天下围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杨老师 她的后来的主题 是以日月龙凤为主题 那我觉得这个跟她的母亲都有关系 她的母亲她小时候很孤单 所以她就写信说她很想她 然后她母亲就回信跟她说 孤单的时候可以看看月亮 我们是看同一个月亮 但是可以想妈妈 所以日月成为杨老师这个一个主题 那农凤呢 那农凤呢 因为凤凤是 娘一凤她永恒的主题 那凤凤其实是代表她的母亲 因为她母亲小时候回台湾的时候 然后她觉得她妈妈像是漂亮的 一个黑色的华丽的凤凤 那因为她的在她妈妈化妆的时候 她前面有一个镜子 镜子左边右边都有一个对凤凤 她觉得她妈妈漂亮 像从镜子里走出来的凤凤 所以凤凤成为她一生永恒的主题 这个是天下围攻 天下围攻很震撼的是说她 你看她一二三十五六七七片 她其实是代表了世界七大轴 那颗球是地球的意思 所以她放在这个世贸中心的国际会议厅里面 是有这个寓意在的 好那这个就是1990年元宵主灯 刚刚在雷射的部分有提到 后来我父亲就研究了雷射跟 冲孔版的关系 那这个雷射当时是1990年 台湾要办观光节的元宵灯会 是第一届的 然后当时就请杨老师把这个作品 飞龙在天的作品放大 然后到现场去做主灯 然后这是一开始的那个概念图 还有这个设计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张 右下中间那张的右边有个人 他摸了一个球 然后那个一条线连到这个龙的眼睛 那我当时看到这个 这个有录影像 还蛮厉害的 当时信用现场有三十几万人 在一起看这个主灯的点灯 然后我就看到的影像是官员 这是摸那个开幕的那个球 那个球就发出一道雷射光 射到那个飞龙的眼睛里面 然后飞龙开始眼睛滑光 然后开始吐那个火出来 然后光就一度亮到下面 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当时那个年代 有这样的声光效果 我觉得对应该是很多人 是一个很特殊的体验 然后这个是当时在做的一个 其实它就是一个大型的花灯的做法 然后他白天需要像不锈钢一样 是个作品 晚上要像花灯一样发光 那我父亲就想到用冲口网的方式来创作这件作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表面是银色的 跟作品原作一样 是个不锈钢的感觉 他们连夜赶工 做完的照片 我们看到白天就像不锈钢一样的作品 然后他们在里下安装雷射的设备 晚上像一个灯 龙灯 有内而外的发光 非常的震撼 这是当时的一些文宣 然后同一年呢 楊一峰除了做飞龙在天以外 还当时两岸刚开放 开放探亲 那大陆刚好要办那个亚运辉 那当时就请了楊一峰老师来 创作这个凤林小汉 那凤林小汉 它其实还有四片 就是代表当时的汉满 鬼族还有那个盟族 这个四大民族 然后来做这个凤林小汉 合而为一 四大民族合而为一的一个作品 叫凤林小汉 那在台湾去做 然后到大陆去安装 那今天也是近代大陆 第一个公共艺术的作品 那当时在设计这个制造的一个过程 很多人在现场问我 阿朗老师他是怎么做这个凤凰系列的 他是一块块体 但是又取那么多面 然后其实他其实是用减脂的概念去做的 然后呢减脂在两片之间才放很多钢架 你看到左边有没有看到很多支架 他安装在支架上面 然后再把它封边封满 那这个技术汉弓是当时也是亚洲数一数二的 这是当时安装的照片 那这个作品也到现在还在现场 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作品 然后到1993年 然后英峰就参加了 当时台湾第一个去参加这个 叫巴黎当代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一个博览会 在巴黎的大皇宫里面办的 那杨老师也是在这时候 由他的女儿为他就是当经纪人 二女儿叫了杨美慧女士 那杨美慧女士 他英文非常的好 所以他就帮他父亲就是当他的国外的经纪人 然后把父亲就是推广到国际上面 这是当时在大皇宫里的照片 那杨老师还做了这个苗栗 高尔夫球场的这个规划案 这个球场非常漂亮 是有点日式氛围的 那杨老师就为他规划禁食 跟那个很多 还有个作品安装在里面 那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是杨老师 后来就一一为他安排 为他警官规划 每一根石头都是他亲自规划的 他非常的用心 他还包含做这个晴天门 因为他后来非常敬重大自然 所以他以大自然为主角 做了一块巨石 然后安装在现场 他说这个叫晴天门 那也是一个地标性的一个作品 然后这是我最近去现场拍的 他是用铜去做的 所以他已经有点氧化 但他氧化后非常的漂亮 很自然的跟环境去融合了 他还要做很多件的泰鲁阁系列 那当时要怎么把作品放大呢 他们其实有个东西已经发明 叫保力龙 这样把作品放在旁边 用保力龙去切割 然后去成型去翻模 然后直现场安装之后的照片 非常的漂亮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造山运动 这件更特别 这件我一直觉得很像P图上去的 他其实不是 然后教授后来 还除了不锈钢 还找了一个新的素材 就是泰和金 泰和金在当时非常的贵 而且其实在台湾没有人可以做 他其实从日本做完运回台湾 那这个作品叫玄通太虚 大概八米高 大概两三层楼高 非常的震撼 那很可惜 他这个被台风吹倒 然后我们也没有技术把它修复 所以他现在还躺在我们的库房里面 那杨教授还把他的有容奶大安装在现场 哇 我觉得这张照片是我最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他人小小来看这个 他的有容奶大的泰鲁阁 这个系列的风格的作品 那样的震撼 那这次我们百年展又把它搬到现场 给大家展示 右边这位就是杨怡峰的二女儿 叫杨美辉女士 然后杨老师做完的苗栗高尔夫球场 也做了那个日本的主播高尔夫球场 他说他最喜欢这个案子 他做了很多不锈钢系列的作品 后来这个前面这个叫天地星云 你可以看到杨教授他人小小的在那边后面 跟这个作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 但是这个作品虽然巨大 但是他又是不锈钢去反应了环境 所以也不会跟很冲突 他也做了这件灼身的 这件十米高 那杨老师也是一个一块块石头 为他们量身规划这个进食的位置 这是当时那个施作的照片 人那么小 然后作品那么大钱 就注力在那个球场的湖畔 非常的漂亮 在网络上其实有YouTube上找杨英峰 你可以看到他的空拍的画面 这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我们大概前年去拍摄的作品 他还是保持的非常的漂亮 很正洁 然后去反映环境的关系 然后这件是茁壮 然后我觉得他非常可爱 就是像一个那个树虫 然后卷在那边 我觉得这件非常难做 所以我问那个 当时杨英峰的秘书 他是怎么做的 他说他就是剪那个纸 然后卷一下 然后就送去工厂 刚才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在电脑技术不发达的时候 可以透过用不锈钢的方式 来做那么多特殊的造型 然后这是在96年的时候 教大中通大学 请杨老师做规划设计 那这件就是那个圆绘认生了 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作品 所以杨教授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做杨英峰艺术研究中心 也是因为这个作品的关系 那其实这件作品被学生说是大象跟老鼠 那其实不是是杨老师好几个不锈钢的作品 合而为一 他其实是象征星星学士来到这个学校 可以是一起共享这个 有个阅读的氛围 然后这是交大百年开幕的时候的照片 非常的漂亮 在他这个作品 其实学生有时候会忘记 他们有这个作品 那这件弥勒佛也是杨老师的作品 但他没有做完 后来是由我父亲把他延续做完了 在广西 那他这件作品非常厉害 他30米高 一个巨大的一个弥勒佛像 那后来由我父亲接手完成了 我们看到这是现场的照片 他们当时也是透过这种保一龙切割 把影间间放大 然后到现场去试作 然后还为这个作品去深圳开了那个当时中国最大的一个班助场去做这个作品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别的佛佛像的脚真的很巨大很震撼 然后是这个佛佛 但是这个作品后来因为太大 然后受到官方的触摸 然后呢 所以就被叫停 所以后来到2009年才重新开放 那96年的时候 杨老师也受到了那个英国教书协会邀请去英国展览了 那他也是RN第一个华人是参加英国调述协会的会员的 当时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又来看这个这些作品 做了一系列的展览在在这个港口旁边这样子 教授也非常的喜欢 教授作品其实放到很多地方都还蛮融合的环境的 对 然后这是他的好朋友叫柯喜杰先生 这是为他拍摄很多很厉害的照片 然后这是他柯喜杰先生的太太 他们就是在那个水秀前面 笔画 这个照片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是那个柯喜杰老师在帮楠老师拍照 这时候的照片 那楠老师他的这个当时做展览 他要做那个DM 他也是自己手工去做的 他就把他的作品全部用影音机印出来都剪下来 然后再一个一个贴到那个地图上面 再做成这个版的 这是当时如果要排版 他都是这个方式来做的 那这件就是 这个协力晴天 是杨老师最后一件作品 那也是他为他的家乡的最后一份献礼 那这个当时是因为宜兰要开兰200周年 那为了要纪念这个事情 就请杨老师来规划这个案子 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有那个 台湾正在富裕那个树林 然后有很多巨块 块木 这是他们第一批的块木 就是砍下来给杨老师去做公共艺术使用 这是当时的案子的平面图 那杨老师的想象就是 他这些枯树 也是他的一个作品的部分 他这些树其实是已经枯死了 躺在那个山上面 那杨老师就把它 捡回来做成他的公共艺术的作品了 包含他在树林里面做这个叫日光月华 也是他的一个系列 这是当时在把巨块 捏下来的影像 那把这些块木移回 三下非常的困难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它聚下来之后呢 那从那个窄窄的山路把这些巨块移到三下 然后一路护送到那个宜兰县镇中心 因为他是装在宜兰县镇中心的广场 那当时就是讲 这个台湾的全部的民族一起来参加 包含汉人啊原住民 还有拼附组啊等等 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 作品一起拉起来 对叫协力寝天啊 那这是当时的县长是游习坤先生 是他来邀请安老师 这个作品 是安装这个作品 这么快要大众人一起把这个 协力寝天一起把它立起来啊 非常的感人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现代的 这个要行为艺术的部分 所以他说这个是真正的公共艺术 就众人一起 创作呢 然后这是现场的照片啊 然后是每一个木头就亲自去把它部署 安装起来 然后这是刚刚的日光月花 以及龟蛇把海口 那这个作品也是纪念那个200周年的作品啊 那龟蛇呢 我们到宜兰会想到龟山岛嘛 那蛇就是蓝阳之一啊 那所以他说龟蛇把海口守护蓝阳平原的寓意 那个概念模型 非常的厉害啊 我很难想象是真的用剪纸把这个做出来 然后是安装完成的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锈钢 他是找当时最大片可以做的不锈钢 然后磨的很光亮喔 去映照环境 甚至没有接缝 所以看的非常的过瘾 我们现在教授非常的高兴 然后教授晚上的时候还做雷射晚会 所以要结合他一生全部的作品精华 那龟老师就在做完这个案子之后 他就在年底就过失了 那其实是因为一场感冒啊 就跟舒服啊 那很可惜 那杨老师就留下一身很大的一个艺术成就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今天啊是台北时间10月12日 真的是很接近杨盈峰先生的事实经验率啊 10月21日 1997年的10月21日 那么距离现在是27年 然后在1998年 我们的杨俊就出生了 所以啊真的很感动啊 我觉得不但是绘画 木雕 漫画 建筑 雕塑 似乎它的每一个雕塑 好像都可以变成一个建筑 很精彩 我们好像看到一个 mini piece of architecture 而且是非常前卫的 但是到今天还是非常前卫 是 对对对 我今年这个很荣幸啊 到了历史博馆去欣赏这个 英峰百年纪念展 然后特别看到了杨盈峰先生的手稿啊 他提到这个凤凰 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手稿的时候非常感动啊 因为他写说在中国的说法 他说凤凰是一种神庙 他五色被举啊 于东方君子之国 他翱翔四海之外 或昆仑 引砥柱 浊雨若水 暮素奉血 建则天下 大安宁啊 然后他又写了 他说印度 阿拉伯 希腊 罗马 都有凤凰的传说 所以他象征一种永恒快乐 幸福和平 女华贵 他说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中呢 凤凰成为求进步与安宁的指标 跟这个万国博览会的主题 人类的进步与调和相混合 我看的时候是非常感动啊 就是他选择这个凤凰 不只是因为他是在中国的传说是一种神庙 他的知识面积广播啊 还引述到印度阿拉伯希腊 我马的凤凰的传说 我觉得真是太棒了 就是他不仅是在艺术的各个领域啊 有他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创作的秀为 而且他在人文的方面啊 给了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示范 真的太棒了 所以嗯 杨敬先生您现在是在这个基金会作为一个董事哈 那您能跟我们简直一下 您基金会现在做的工作是有哪些啊 啊我们基金会现在就是当时是 我们刚刚讲到脚大做那个作品之后呢 那跟那个校长很有缘分 他就为杨教授 因为杨教授后来做完就隔年过时嘛 那他们就为他存立了一个杨敬峰艺术研究中心 那我们把基金会设立在那边 我们的宗旨就是把杨教授的东西全部数位化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 那其实到现在我们数位化的工作都还没有完成 杨教授还是有非常庞大的一些资料都还在数位化中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把杨教授的艺术思想推广给大家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杨教授的作品 以及他的艺术思想 然后甚至年轻一代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太认识杨教授 这我觉得可以推广给他们 对那我们观众有几个问题啊 他说想请问大阪博览会的凤凰雕刻大概有几公尺高 还有请问杨教授的不锈钢的作品如何一时保持光亮 凤凰的阿姨这件作品大概四层楼高 非常的巨大 而且他有趣的地方 我们可以回到第一页 他其实他只有四个支点在地上 他的结构有去算过 他可以把笨重的钢材做的很经营 我觉得很厉害 那另外他不锈钢 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的光亮 其实我们也蛮想知道 他不锈钢这个材料本身就是不太需要整理 他的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不锈钢 与不锈钢的接点 他可以把它焊完之后 把它抛得如此利落干净很漂亮 那这个是他更难的技术 那不锈钢的部分 其实他的品质够好 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去保养他 但我们可以把羽痕去把它抛光一次就更亮 那杨老师的作品 也许是因为这个效果他很喜欢 您说他这个有四个支点 那么这个四个支点是怎么样固定在这个地上 对他就把它埋在地基下面 他们在现场组装完的时候 就就先量好那个孔径 然后去现场把它灌起来的 对真的非常了不起 这个结构我是很有概念很棒 真的好精彩 我觉得那个当时没有留下来再太可惜了 这个贝瑞的建筑 啊杨英峰的雕塑 哇真的太棒了 这世纪组合 杨英峰基金会 对我们现在这个百年展哈 呃具体来说的话 杨英峰先生是 呃26年吧 1926年对不对 所以2026年才是 呃完整的100年对不对 所以这个百年展的这个活动 是不是呃 从今年的夏天开始 然后一直要延续到2026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 呃我们现在就是百年展大展做完之后呢 有个计划就是在校园巡回 当然不是像您上次去看那么大的 庞大的作品 就是我们把它的一生做成几个精华 然后挑精华去展览 推广给年轻的学生们知道 其实我那天去那个百年展的时候真的太感动了 其实他有一个小房间里面啊 有放杨老师的一些抽象画作的段子 还不是画作而已啊 那个整个好厚啊 他的作品 哇我看了好感动啊 我觉得他光是作为一个抽象画家也是了不起 对 他非常的全方位 对真的是全方位 他不管是他的漫画也好 他的木科也好 还有他的素描也好 不管是抽象的具象的 呃几乎是我们在视觉艺术的每一个范畴 他都已经囊括了 西方有这个Bowhouse一个精神 就是Bowhouse就是他强调说 从从Decoration 从艺术 从Interior 到Architecture 建筑整个是一体的 是全方位的一个艺术 我觉得在他身上已经完全的时间了 在我们台湾的艺术史上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 杨女杰人 他这个从凤凰来宜之后 他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凤凰的这个作品 对不对 对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个不同的 在不同的时间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典故吗 就是说他在每一个时期 他的这个不同的作品 是不是有什么风格的体变 我们现场看的那个凤凰来宜啊 是红色内建嘛 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清零现场 我可以形容一下 他照片有些细节 他是 他留下非常多的汗点啊 那梁教授当时在做的时候 他就跟日本的工班说 啊我们不要做太漂亮 要有雕塑的笔触啊 他就留下非常多的大量的汗点 变成作品没有那么冰冷啊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日本人做的事是非常的完美的 那他后来就是还做了一系列 这个有锯齿状的 就是留下汗点的作品 然后他跟着他的风格 一路变越来越极简化 然后就是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台北银行前面那个 只有不锈钢的一个 凤凰来宜的作品 那已经没有任何的与会的这样 只是保留凤凰的最纯粹的造型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杨先生 感谢所有的观众 跟我们一起欣赏了这么伟大的艺术家 以及他的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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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